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190宝马老三系这个贴纸的切孔 跟它的一个粘贴的要求 现在我们手里面拿到的是两张贴纸 然后我们先拿下面这半边贴纸 这半边贴纸来 然后现在它有一个外形 我们要从这当中把它撕离开来 好 撕离开了过后 我们现在需要对准的空调口 就是双闪应急灯中间的部分 然后对齐这个部分过后 目是对齐三边 因为它写的有三个箭头 指的是三边要定好位的意思 定好位了以后 然后就沿着上面 扶平这个上面背胶的部分 那么扶平了背胶的部分 那么好 我们第一个部分就完成了 然后现在拿上面的这个贴纸 这个贴纸要注意看 它有一个警告标识 警告标识就是提示 第一个步骤按红色绿色的十字线定位对齐 红色绿色的十字定位线 就是表示这两个位置 要这样子定好位 然后第二个步骤 定好位了以后 再按红色的这个边界线来裁切 那么我们现在先把这上面边的这个贴纸 撕下来 好 现在要注意了 按照它这个提示的步骤 我们要把红色的这个 要把这个绿色的十字定位线 先给它定位对齐 好 现在我们基本上对齐了第一边了 然后再来对齐另外一边 好 我们现在对齐第二边了 对齐好这两个绿色的十字线的时候 它的这个线是直接延伸出去的 没有错位也没有平接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贴线往上平铺斩过去 铺平斩过去 铺平了过后 那么注意看 其实我们这个红色线是形成了一个完毕的一个风筝的曲面 一个曲线 是一整圈来的 这一整圈贴好了过后 那么我们下面就可以用刀片 按照这个红色的外形来裁切这个孔了 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红色的刀片来裁切那个孔了 就沿着这个红色的边线开始裁切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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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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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 那么我们切完了过后 这个孔就是 我们需要把这个整个仪表台 切穿的一个外形孔 好 这个孔的话 如果按照我们后面 如果要方便裁切的话 大家可以使用落铁来烫 表皮的话 可以用这个我们 附阵的这个刀片来割 里面是一层硬胶 可以用落铁来烫 这样的话就很快速 方便的把这个孔切出来 好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